主持人蔡道法官還有另外一位報告人許福生教授還有兩位雨潭人陳司長跟刑警察長還有各位在座的貴賓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想很榮幸能夠出席這裡來報告在這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裡面國際刑事訴訟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一些規定 那我為什麼用他山之石這個名稱呢因為主要就是說對照我國的不管是立法或者實務的現況 那麼聯合國的這個公約可以說是遠遠超前不管是互助的深度互助的廣度 所以呢現在這個變成我們的施刑法了以後當然我們未來的法律乃至於實務都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要配合著修正跟檢討 那所以呢我就用這個他山之石這個稱呼來看看到底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裡面 這個在國際上已經長久存在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那麼在這個21世紀的新的公約裡面他到底突破了哪一些 變更了哪一些加強了哪一些部分那麼值得特別值得我國將來在這邊做一個充分的因應 那我想這個背景大家都很清楚了這個我們已經制定了這個公約的施刑法 那麼其中各位也可以看到所謂的建立障礙少有效率範圍廣的國際司法合作有效打擊貪腐是本公約的主要內容 那簡單的來講過去的刑事司法互助啊尤其是在二戰以前他基本上是建立在各國與各國之間的條約或者他們的慣例上面 那比較擴及到全球性的比較擴及到多國性的不管是人還是物還是罪章那種的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可是到了二戰結束以後隨著國際間的往來越來越頻繁資金的流動人員的流動 傳統的那種有點像單兵作戰的方式啊已經無法因應今天整個我們不管是面對毒品 不管是面對組織犯罪乃至於我們這邊講的貪腐犯罪都沒有辦法因應 所以呢他才會在這邊特別強調要障礙少有效率範圍廣有效打擊是本公約的這個主要的內容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施刑法裡面啊他的第一條裡面啊也有談到啊這邊的國際合作啊資訊交流還有確保不法資產的追回是本法的立法目的 那當然啊因為我們特殊的這種外交政治的因素啊我們沒有辦法順利的加入成為公約的簽約國啊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只好用這種全世界很罕見的啦直接就規定他具有國內的法律效力啦 但事實上這也對我們的法律啊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絕大部分會加入這些公約的這些國家啊他很可能什麼 在裡面當初加入的就付了很多的保留條款啊或者啊付了很多的條件 那甚至乃至於說這個公約坦白講啊在這個國即使你真正去簽約了在你這個國家能不能順利施行啊很多也是靠這個國家的誠意啦 那像我們全部的把它拉高到國內法律位階啊這個看起來一方面高興啊以後沒有任何理由去推脫 但是也心酸啊用這種整套式的這樣規定下來所以我說呃待會我們看以下內容就知道會對我們的法律真的產生很大的這個衝擊 那第七條規定啊要這個修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那麼起先我很簡單很簡單的啊呃看國際行事司法互助的發展 為什麼來對照今天反貪腐控約我們為什麼講他有很大的突破有很大的改變喔 那傳統的呢都是在主要都是在引渡喔那麼隨著這個引渡的發展啊慢慢也開始了一些其他的 例如說文書宋達啊調查取證啊等等可是到了戰後我們可以發現啊從歐洲開始啊他有很清楚的1959年就有歐洲行事司法互助的公約 那我們看當初他的規定啊也是傳統的啊宋達收證還有呢還有比較廣的協助進行行事訴訟 那他的內容並不是非常的清楚啊那到了70年代以後我們慢慢又看到了所謂的很多教科書上談到的比較新的一些類型 行事訴訟的管轄的移轉乃至於外國裁判的承認與執行這較新型的而且較深入的行事司法互助在這邊也誕生了 可是呢真正啊具有相當模範意義的是在1990聯合國的這個行事事件的互助示範公約 他這個所謂的示範公約啊很多人想成說哇好多國家都加入簽入了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啦 是聯合國啊他發現很多國家簽的不管是他的條約或他內國的法律啊其實歧見非常的大喔內容非常的不一致 所以聯合國乾脆怎麼樣我來訂一個好像啊模範版本來給各位操啦喔簡單來講來給各個國家 你不管是要訂條約還是要立法齁來來讓你基本上照這個遵行那在這個裡面的政策宣示喔他就很清楚的廣泛司法互助的進行 也就是要盡可能的提供啊最廣泛的互助所以這等於已經是把以前進行的那一些 很多受限於主權啊受限於啊這個這個管轄啊受限於他法治國原則等等的 那麼盡量希望啊能夠突破達到啊盡可能啊提供最廣泛的這個互助喔那 接下來啊我們看到這個國際刑事司法合作與反貪腐公約的內容喔那 今天啊2003制定的這個公約可以說是到今天為止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範圍最廣而且且深入的喔這個這個公約那他本來是當然他不是啊一瞬間變出來的 他是從聯合國過去的那種反讀的公約以及對抗組織犯罪的公約以那個為基礎 但是呢他到了這個公約以後再把它精進再把它集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啊可以說他跟過去的這個公約非常的類似 但是呢今天的反貪腐公約有專章而且全面喔的規定 甚至他有些內容以根本就已經超過了以往的這些公約喔 其中最清楚的當然就是第四章所謂的國際合作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最廣泛的內容都在這裡 所以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已經從單一喔向多元的發展 而且內容啊非常的廣涉及偵查起訴審判刑罰的執行 等於說是在就以刑事訴訟的這個互助而言啊 各個領域通通包括在內喔那我們可以看到他主要的內容 44條到50條幾乎所有的內容包括進來引渡狹義刑事法互助 以管管轄的移轉甚至執行合作聯合偵查 特殊偵查手段喔全部都規定進來喔 所以呢總之 國際司法合作是在尊重各國司法權的獨立的前提下 不違背地約國本身的法律制度而提供最廣泛的協助 甚至呢很值得我們參考的是 就算不是第一國地約國或者其實根本沒任何的條約協定存在 也可以在個案基礎上用這個反貪腐公約作為一個基礎的平台 展開各式各樣的互助合作的事宜 那以下呢我們就看到這個公約對我們現今的法制或實務 可以說影響比較大的我在這邊做一點簡單的說明 首先就是內容的擴大和深化喔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怎麼樣的擴大以及怎麼樣的深化 那首先呢我個人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有效追繳犯罪所得 有效追繳犯罪所得 所以我們今天對於一個貪腐的犯罪喔不是 限縮在什麼傳統的把這個人引路回來 或者呢廣泛的收證把這個人定罪 其實啊在整個公約他很強調的 除了對人的這個定罪引渡之外 他還有包括什麼 你這個貪腐的所得我們怎麼有效的追回 所以呢他除了在前面的司法互助之外 他甚至在第五章明定的所謂的犯罪資產的追回 所以一共九個條文各式各樣的規定 詳細的規定都在這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五十一條規定 返還犯罪資產是一個基本原則 所以呢地約國都要在這邊提供各式各樣廣泛的協助 那其實在前面的四三條他特別還說 除了要在符合本國法律制度情況下 地約國要考慮貪腐有關的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合作 其實簡單來講不限於刑事司法的領域 我們傳統的觀念可能會認為說 這邊有人譬如說有公務員貪污了 那他把錢匯到國外了 或者在國外洗錢資產藏在國外 那我們想辦法說我們透過刑事定罪的途徑 然後呢把資產追回 但事實上從很多的例子來看 刑事的途徑有他的局限有他的困難 所以他在這邊特別強調 我們還應該做什麼 民事還有行政的這種追回資產也應該廣泛的這個合作 那當然傳統以來的都是刑事的措施 行事的措施 那事實上 行事的措施也不以什麼 所謂的要把人定罪了以後 才談得上接下來的所謂的沒收追徵等等的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他在這邊也鼓勵什麼 非以定罪為前提的沒收制度 就所謂的獨立的沒收 也就是說可能這個被告 因為死亡因為逃亡 因為精神喪失 乃至於有罪判決 沒有辦法做成或者沒有辦法定驗 這時候也應該考慮到所謂的獨立沒收的問題 那其實在這裡面還很值得關注的是透過民事訴訟的追回資產 那麼這個民事訴訟簡單來講 透過民事的確認訴訟 或者侵權行為等等的訴訟 由外國的法院做出什麼樣 這個非法移轉出境的這個所得呢 要返還或者 本國擁有合法的所有權等等 或者在構成侵權 判令被告他這邊返還 賠償或者返還 那他的好處當然各位顯而易見 為什麼要進行他 民事訴訟要求的舉證責任通常比較低一點 甚至在有些國家 像這個刑事被告的逃亡潛逃等等 可能也不影響民事訴訟的進行 所以他還希望能夠增列這種途徑 可是呢 把民事訴訟引進到這種國際上的合作 乃至於到這個犯罪所得的追討 其實他最大的顧慮就是在什麼 國家主權豁免原則的這個考慮上面 那所謂的國家主權豁免原則啊 其實在國際法上他有重要的意義 一般又稱他所謂的豁免具體的講啦 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 那講白話一點就是什麼 盡量在別的國家裡面 不要用這個國家當作民事訴訟的原被告啦 因為你判出來很可能就是 某個國家勝訴某個國家敗訴 那在傳統的那種互相尊重主權 互惠主權平等的情況下 他們不希望這個國家A國判B國敗訴 或者判B國勝訴 他盡量希望不要 所以他一般的所謂的豁免 包括司法管轄的豁免 乃至於執行的豁免 那當然歷史的發展 有所謂的絕對豁免跟相對豁免 那麼在19世紀以前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絕對豁免 可是呢慢慢 國家他涉入了商業行為 涉入了財產 等等 越來越多 所以可能國家成立他的公司 成立他的基金 那麼跟各國有很多的那種民事上的往來 那麼絕對的豁免 恐怕沒有辦法因應這種狀況 所以呢 到了19世紀末 到20世紀開始有了所謂的相對豁免 相對豁免 他重點在於說 是不是審視 這是屬於國家行為的一種定性 還是說他已經走到了所謂的商業民事行為 那個定性去了 事實上聯合國也注意到這個事情 所以他在2004年有一個 聯合國國家體制財產 管轄豁免公約 那就是 這等於是在 聯合國公約裡面 第一次訂定這種原則 可是呢 它裡面還是相當程度的承認 所謂的國家豁免原則 那 所以呢 根據反貪腐公約的規定 承認貪腐犯罪 如果有被害者的話 賦予被害人 你可以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 如果這種犯罪有被害者的話 例如說像一些企業的貪腐 損及到了 譬如說投資大眾或股東的權利等等 可能有這種狀況 那另外呢 那在對犯罪人死亡逃亡缺席 無法起訴或審判的話 也可以有所謂的 不經過刑事定罪 而獲得這類財產的權利 喔 那麼 看要在刑事裡面 定所謂的單獨的沒收 還是要在 民事訴訟裡面 增加這樣的訴訟類型 那另外當然 如果被害者無法確定 像很多傳統的公務員貪污 他並沒有直接的那種被害人 並沒有直接的被害人 這時候 誰來起訴呢 誰作為一個民事訴訟的起訴者呢 國家可以代為提起民事訴訟 國家可以針對這個貪污犯罪 在國外的某一筆財產 某一筆現金 某一個資產 他可以要求確認這是違法 要求他返還 這國家可以代為提起 那當然 有些國家 事實上他還是貫徹 國家主權豁免 所以你國家不可能 在這些國家裡面 某個國家不可能成為他 民事訴訟的 一個四個的當事人 所以呢 他這邊還可以 有一種轉換的方法 把這個權利轉換給一個 並非國有的一個 獨立基金或者法人 由他代為進行 這個相關的這個司法程序 所以呢 公約我們也看到 他在57條確立了 各國普遍接受的 對於這個貪污犯罪 所得資產必須返還的原則 也就是在對應著前面 他這種廣泛的各種返還途徑 所以他科以這些 帝約國的這個義務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 反貪姆公益這樣規定以後 他把這種 罪章的返還 視為他整個的主要的項目之一 可是相相較之下 我國的內國法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對犯罪的所得的沒收 其實是規定的 還有在實務上 都相當的貧弱不足 事實上 我們可以發現 沒收真正引起重視 恐怕是前兩年那個大統案 因為大統案爆發了以後 大家才發現什麼 不是報紙都說 他犯罪所得18億嗎 那可是最後法院判決出來的結果 行為人他根本沒有被沒收 因為他是什麼 只沒收了幾張紙 就是他的那個混用油的那些配方 另外呢 那你說大統公司呢 因為他是法人 因為他是法人 所以也沒有沒收到法人 主要還是判處他罰金 所以事實上 從這一個例子 我們就看得出來 我國傳統上 對這個沒收的規定極為貧弱不足 這個將來跟各國在交往 在互助的時候 馬上會發生嚴重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我們的實體法上面 還把沒收當作是重刑 那麼當然現在整個的修法草案 要把它調整過來 我想這是正確的一步 那另外在強制處分上面 我們對於這種所謂的 這種搜索或者扣押 其實對於最髒的這個部分 也非常非常的貧弱 尤其沒有辦法 因應你今天的所謂的貪污的 所得可能是用好多種方式出現 可能轉換為現金 可能投資為房地產 可能購買一些股份 各式各樣的型態出現 那麼動產不動產 有價證券通通都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傳統的 這個搜索扣押的這個規定 可以因應它嗎 乃至於到執行的部分 譬如說 假設說 這個所得留到了第三人 留到了第三人 那我們如何對第三人 這個地方有效的 這個我想都是我們法制上 到目前都非常的貧弱欠缺的地方 所以呢 將來希望能在 反貪腐公約的這個框架下面 我們把我國相關的這些 沒收有效追徵 沒收的這些規定 重新的檢視 這樣立法 才能達到促進國際合作 國際共同反貪腐的這個目標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國際執法合作 那麼向來的 尤其是刑事訴訟 我們都認為那是 國家主權的典型 所以不太可能 有什麼別國的檢察官 別國的警察 一同參與 一同參與 這個就讓我想起以前 看這個香港的電影 每次最驚訝的就是 成龍好像都演過 他在香港抓人 就亮出一個牌子 我是國際刑警 我要來抓你 那時候我看了覺得 國際刑警好偉大 突然發現那是編劇編的 全世界哪有一個什麼國際刑警 跑到某個國家去抓人的 這嚴重侵犯主權 這怎麼可能 才曉得 那個是胡扯的 可是呢 現在我們慢慢發現 你局限在每個國家自己來搞 因為每個國家法令不同 對證據掌握的程度不同 尤其是外國來拜託 委託你進行各式各樣 譬如說調查取證 訊問證人 甚至一些收證資料分析 事實上外國他對這個最懂 那他如果完全委託我們 那其實我們對很多 譬如說今天一個 美國公務員假設貪污了 有錢會到台灣來 他在美國怎麼貪污的 他這個錢怎麼進來的 資產分配在哪裡 有些我們也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呢我們雖然 受託進行司法互助 但是我們了解有限 所以呢他現在乾脆規定 你盡量能夠怎麼樣 國際的執法合作 所以這面臨了兩難 一個是國家主權保護的問題 一個是有效國際合作的促進 這往往會發生衝突 可是他在這邊啊 已經說盡量能夠促成這個執法合作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一出來 其實歐盟也有這個規定 所以德國的刑事司法互助法 很快的就新增條文 把這些內容把它增加進去 變成在他國內有一個法源的基礎 那其實裡面最重要的 將來我們立法最重要 主要遵守要相互尊重主權 還有司法管轄權 裡面很重要的 他什麼人來 做什麼事情 受哪些限制 哪些資料共享 或者他獨享 譬如說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 他來 假設要訓問證人 我們怎麼讓他參與 是最傳統的 他提出三個問題 委託我們的法官或檢察官來問 就這樣而已 可是這個問 大家往往知道效率不好啊 效率不好 所以呢 是不是容許他也來問 可是他能問哪些 是不是要經過我們的同意 等等 還有他問的時候 他自己的人可不可以做筆錄 可不可以錄音錄影 以及問完了以後 這個筆錄 即使是我方制作的 直接交給他嗎 還是說他還要透過刑事司法互助途徑 來跟我們要求正式的筆錄 他等於要透過這個途徑才能把筆錄拿走 那萬一這個案子很緊急 我們還說你慢慢的 行事司法互助途徑來 我們再給你筆錄 緩不積極 那是不是可以先有一種替代的方法 譬如說副本的方式提供給他 我只舉一個例子就像訓問證人 各位就可以看到 所謂的合作下面 你要怎麼樣尊重主權 還有司法管轄簡單來講 你不要問超過了 你不要問超過了 你不要隱藏一些其他的案件 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個台灣以前還有檢察官直接跑到澳門去問了 對不對 還在飯店裡面問 然後我們的法院判決都說 這是我國什麼司法權的延伸 這個看了會讓人一身冷汗 我最怕澳門的人看到 所以那個最高法院判決應該把他隱藏起來 要不然你的檢察官跑來我這邊問 我都不知道 還在飯店裡面問 那問完了就直接回去 拿衝作證據 我們還沾沾自喜的說 法律沒有限制 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即使有了國際合作 我們也要注意尊重主權 當然互惠原則 人家對你怎麼樣 我們也要對人家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以前那個有一個醫生殺人案 大陸允許我們檢察官在台灣直接問 當時我們覺得不錯 可是以後我們也要小心 只要沿著互惠原則過來 以後也可能發生在台灣 大陸的檢察官直接在那一端來問 這個這個台灣的證人 等等也可能有這種情形 當然要尊重對方的工具良俗等等 還有呢在一些情況下 目前我們沒有加入這個公約 所以可以在個案協商基礎上 進行反貪腐的聯合偵查 那新的除此之外還有 以往跟以往不同的所謂新的互助模式也出現了 譬如說各位看到主動互助模式 這什麼意思 簡單來講 傳統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有一點點像什麼 控訴原則 或彈劾原則 被請求那一方是不告不理的 你沒跟我請求 我當然不會去動 你沒要求我引渡我怎麼會呢 你沒要求我調查舉證 我怎麼會幫你問人呢 都不可能的 可是現在慢慢發現 因應這個整個國際化 犯罪全球化的這種趨勢 你這個不告不理 怎麼樣有點像是司法審判的這種制度 太消極了太慢了 所以是不是能夠進到 怎麼樣 甚至可以再主動就提供協助 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檢察官在辦案 你不可能說 都是被害人來告發了 來告訴了 我們檢察官才發動 不可能嘛 你有時候碰到什麼 很多這個狀況 你要自己就開始行動 所以各位看到 有主動模式的出現 這邊畫被動為主動 等等 所以看到反貪腐公約裡面 所以甚至以後我們懷疑 有不明人士進來 有隱藏的資金進來 涉及洗錢涉及什麼進來 甚至我們要主動的 什麼樣 通知可能涉及的國家 把資訊給他 讓他來向我們要求 刑事司法輔助 那當然這裡涉及到的 我們很關心的 你把資料隨便就給人家 這怎麼涉及到我們各自的問題啊 那法治上要怎麼因應 我可以說 我們立法的時候要考慮 你傳送給誰 內容是什麼 是不分大小輕重的全部傳送 還是部分 被傳送國 他的國家的資訊保護的狀況怎麼樣 還有傳送過去以後 使用銷毀保存更正通知 這全部都要在法律裡面 予以明定 那我國法 對於這個 當然目前是負之缺乳 所以不管是個資法 警察職權 行司法 其實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那另外有一個 海峽兩岸共打協議裡面的 這個 有一個資訊 情資交換作業要點等等 但這個其實沒有法律未接 所以將來怎麼樣運作 這個部分也是要一起通盤考慮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視訊 第二個還有正式承認了 他這邊的視訊的傳送 視訊的傳送 這個我想大家都比較了解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現行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的這邊規定 證人保護法的這些規定 但事實上它都局限是在國內的主權範圍之內 國內的法院對國內的法院等等 那當然沒有辦法因應我們這邊講的 在國際上的這種所謂的視訊的訊問 其實過去實務也發生過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案子 可是後來被法院判決認為 沒有法律依據 把它否定掉 將來在這個反貪府公約的基礎上 這個合法性應該可以得到承認 那當然還有傳統 這種刑事司法付出一些慣例的改變 譬如說最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到 雙重犯罪原則 雙重犯罪原則 事實上 這個過去 有這個考慮 主要是在法治國原則跟罪責原則 所以我們國家不認為這是犯罪的 不構成犯罪的 我們原則上都不會同意合作的 可是呢 他近年來相對化的趨勢 在組織犯罪還有恐怖主義 我們發現了什麼 這個雙重犯罪原則已經開始弱化 那引渡的突破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公約裡面 他也是說 原則上他也是要雙重犯罪 可是 立約國自己的法律可以修正這個 雙重犯罪原則的限制 所以呢 他說法律允許的話 仍得對本公約所所謂的罪名 不予處罰的任何犯罪準於引渡 那其實其他更廣的 除了引渡之外 沒有涉及到引渡那麼強烈的 所謂的在一些刑事司法互助上面 那麼 尤其是不帶有強制處分性質的 那麼原則上 雙重犯罪原則 都應該把它適度的弱化 來加強國際刑事的合作 那我們現在還是 傳統的像引渡法的規定 還主要是以雙重犯罪為原則 另外呢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 海峽兩岸的這個協議裡面 有規定一方認為涉嫌犯罪 但一方認為沒有涉嫌犯罪 但有社會重大危害也可以 可以同意個案協助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因應的這個狀況 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注意 我們這個協議 它是在共同打擊犯罪裡面規定 它不是在 這個刑事司法互助裡面規定 這個是疑問一 疑問二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這個協議 並沒有法律的位階跟基礎 所以將來真正要進行這些的話 是不是我們還要有一個 統一一致性的法律來規範它 將來才可能適當的運作 另外還有一個傳統的所謂的政治犯不引渡 這個是有它歷史原因的 因為以前都認為政治犯是思想的先行者 所以盡量什麼 保護它 保護它 尤其它在那個國家發表了什麼言論 甚至鼓吹革命 結果叛逃到另外一個國家 那這時候另外一個國家就可以說 這是政治犯 所以我們不引渡 可是隨著時空的發展 慢慢政治犯的範圍 也把它縮小了 逐漸的縮小 甚至有一些涉及到的恐怖 等等的 尤其像反貪腐共約這邊也是 今天一個人不可以說 我在這個國家遭受迫害 所以我才逃來你這邊 結果逃來的時候 帶了兩千萬美金來 你還說我這個是政治犯什麼什麼等等 基本上這邊都不準的了 那以上呢 把一些反貪腐共約 它的突破 它的改變 它的要求 尤其是在我國法治的環境之下 跟各位做了一些簡單的分析 詳細的是在我這篇論文裡面 那最後呢 我提到這邊的結論的問題 事實上 講實際一點 反貪腐共約 它裡面關於這邊的規定像個成年人 那台灣現在的法律狀況跟實務狀況 真的像個小學生一樣 距離那個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非常非常遠 當然 這個有很多主客觀的因素 我今天也不是怪我們的立法者 或者司法實務者 這有很多的主客觀因素 不見得是我們能完全操控 可是現在既然 反貪腐共約施行法已經制定實施了以後 我們當然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啊 台灣受限外交政治因素 我們只能跟少數的國家或地區 少數的條約協定或協議 這跟很多世界先進國家 它的主要的法源就是在條約 那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非常貧弱 那在法律層面 我們到今天都沒有一個總則性的完整性的 一套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律 那事實上各位想想 那你怎麼可能靠一個反貪腐公約 即使你規定它是我們的施行法 但是你要曉得 它那個施行法本身很多是什麼 建議 勸告 呼籲 是不是 它不是一個很嚴謹的法律構成要件 跟它的效果 那我們怎麼可能單純的靠一個施行法 你就說以後我們就照這個來做 這個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們自己還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 那目前涉及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散見於所謂的引渡法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以及跨國受刑人移交 事實上怎麼樣 它中間那一大塊 常見的那種調查取證 提供資料辨識身份 甚至特殊偵查那一大塊怎麼樣 我們目前是沒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來做規定的 而且除了這個跨國移交受刑人法比較新 其他的法律都非常久了 甚至實務也鮮少案例 所以雖然我們目前執法機關有在那邊修訂了 修訂了 可是要怎麼配合反貪腐公約的這個要求跟趨勢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 最後 我國法之類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所以是在一個嚴重的落後階段 這個將會重大妨害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司法互助的事務 尤其各位想想 我們跟大部分的國家既無條約 亦無協定 那今天我們憑著事實上就是互惠 那別的國家要求我們做 但是我們說我們沒有法律一句 我們法律沒有規定 沒有怎麼樣拒絕的話 那以後我們要求別人協助 你用 你怎麼用互惠的立場來要求 這變成我們自己要準備完善 將來才可能透過互惠 大家理善往來這個途徑 我們可以跟世界很多國家展開比較正式的 甚至在反貪腐公約框架下面的這種國際形式合作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的相關法制跟國際 能夠真正接軌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那我想時間也到了 我就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聆聽